我又把整个过程给记录下来 我今天呢我要当渔夫啊 这不是出海捞鱼的那个渔夫 是在海边沙滩上面放这个定位网啊 就像我当初来通宵之前啊 来通宵的时候 拍过一条视频的路上说 因为那个时候我介绍那个鱼港 新谷鱼港那边 那边有人在那里放那个定位我们抓鱼 然后呢我去跟他买 把他抓到的鱼 用记得好像是300块钱吧 买了七八条 非常超值 他是朋友嫁这样给我的 大家第一天认识他就朋友嫁给我了 我见台湾的朋友是多么的热情大方 那今天呢我是跟 好我拿一个下去哦 都要拿下去 哇有点重有点重 哇我一只手拿两个是有点重拿不了 哇这样进入是走不了 两个 两个两个好 两个这个定位网啊 起码有 二十斤差不多 哇 哇 走这个我们这个叫什么 这个台湾叫肉粽 走这个肉粽走起来也挺累的 这么重的好在这个距离不远 好在距离从岸上面下来 下来大概也就是个 二十米五到的地方 所以的话 哎呀哈哈 还好还好 这样帮运 这样帮运 对于我来说 啊 还能够吃得下 没问题 哎呀 哎呀 哇哈哈 只是这个 小莫提啊 肉粽只是不是很好走 还好 这里比较不高 所以的话也没有什么危险 哎 走起来是比较吃力一点而已 好啦 牛大哥来帮忙啦 哇 哈哈哈 帮忙拿一个拿一个 哇 哇 牛大哥 是我在台湾这边 通宵日式的一个 邻居朋友 他呢 这里 沙滩 他以前会经常在这里放 这个定位网 但是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 没在这里放了 用多长时间没来这里放啊 嗯 感觉超多久 然后几个月没来 然后几个月没来 为什么呢 你边坐边回答我就好了 没 没 过延啊 啊 没空啊 哦没时间 没空没空 所以这次的话因为 在我的 呃 要求之下呢 还有他也开始有点兴趣 所以我们就一起来 放这个定位网 呃 我在通宵 这是我第一次在通宵这边放定位网 以前就看着人家放在这旁边 这旁边都有很多的定位网 放在这旁边的 今天我看好像没什么人放耶 那边 那边有没有啊 那边 看上去好像有 但是比较远啊 看不清楚 这里也就有不少那个荒废掉的这个 陛下这些 球球 还有绳子 这些都是那个沙包 沙包 这是沙包 这个沙包压在下面 然后 这个球就是 绑着那个 定位网的时候呢 这个球会浮起来 浮起来 就会把这个网给伸 往上伸 升起来 听说有多高啊 升起来有 一米多 一米多高 我再落实一下啊 这个网是听回来的 我们这个鱼碗到时候 升起来 水 水长满的时候 升起来有多高啊 差不多 所以说 最少用八尺 八尺 八尺啊 八尺啊 八尺那么高 那么高过一个人 哇 这么厉害没涨到哦 哇 那些什么鱼 都痛不过了 对啊 对啊 啊 这个网是怎么样放的呢 这个要紧开啊 真的 把它拉开 拉开之后 拉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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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开 拉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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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你就尽管跟我说哦 啊 现在就可以了 啊 啊 把它拉出来 首先 先要 要捕鱼 要捞鱼 就要先解放这一条 鱼网 把它先解开 拉长拉扯 哇 好长啊 差不多 有100米啊 150 150米啊 还是 哇 150公尺 好像 100多公尺的 这么长 那这样的话呢 鱼流过 都会通杀 大小通杀 你以前有不到最大的鱼 是多大条啊 两三鸡而已 两三鸡而已啊 哦 好像那个 很大的鱼都不靠岸的 好奇怪哦 哦 因为 这个岸边抓到的鱼都是有限的大 有限大 有限大 可以捷碗的啊 一起帮碗的 好啊 这样解是不是 这样解开 这样 这样 我把它解的全部松开来 对对对对 好好好 我们现在开始来 解碗 解碗 是我从那边解起哦 我从里头解起 可以吗 好吗 好 我就从这一边 啊 我从那边 我从这边解 那么 解碗 哇这里边还有一只螃蟹 还没以前的螃蟹被拿出来 哇 这里边也有一只 还有一只 那里也有一只 这个网呢 解开不难哦 解开很容易哦 解开很容易 基本上现在 都基本上解开的啦 一下子就是 本来就不是说绕在一起 绕得很厉害 本来就不是说绕得很厉害 所以接起来也是比较轻松 接起来比较轻松 然后容易 真好玩 哎呀 啊 在说对之前我 来通宵之前 看到那些放定位网的朋友 在捞鱼 捞到鱼 我都觉得 非常的好玩 而且 这样的话 其实 费 费 发挥的精力时间也不算很多 你就这样等到这个退上的时候 退干潮的时候 就把这个环境快的把它给弄起来 弄起来了以后 给它摆平 把它那个 放在你自己 大藏的位置 在这里的话呢 都有 这里都有地盆的喔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地盆的 这里的都是 住在周边的 渔民家庭啊 他上一代人 他爸爸 他父亲 是渔民 然后呢 他们也是在这海边 生活在这边 那个 撞这个 叫什么呢 那个 鲁鱼啊 还有呢 就 靠着这一块海 这片海 吃饭 所以他们都各自有各自的这个地盆巴着 所以他们都各自有各自的这个地盆巴着 不要绕过 不要绕过界 这 是牛马哥自己跟我说的 然后怎么样处理 要把它 把它 把它分开 把它分出来 把它分出来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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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把它捡捡 要从那边给它 摊过来 它从这里翻过来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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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照了 刚才还好好的 风 风一吹 把它绕起来 今天风有点怕 操作不是很好操作 不过来就是很凉快 在这里操作的时候也不会流汗 今天呢 很开心 我能够跟 昨天的 游小朋友 来到这里呢 我们亲自来翻这个定位网 因为之前我拍的都是只是 看他们 自己已经 在弄或者已经弄好的 就没有说 整个过程 给它排斥下来 刚才呢 刘大哥会先把这个 呃 带过来的鱼网呢 是绑在这个 远线 另一个沙猫 这个沙猫上面 都是有一个球 这个球 我们就作为一个 可以 用来 将这个 绳子 绑在上面 大家看到吗 这里 这里的绳子 是绑在这个 球 球 上面有一个 圆圈 甚至有个圆圈 是用来 把整个定位网 把它甚至都放在上面 这样 这样的话 把这个 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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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冲 然后第二天 退潮 大退潮的时候 才再来生 那么 在这里的话 我们 这个 沙堂这里 是需要那个 最起码要 中退潮下来放 才会比较适合 小退潮的时候 不是不可以 但是要会 下来的话 要穿了一个 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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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比较绕 那我现在手里边边麻的边拍边解这个鱼网 所以的话它会比较摇滑 大家请多多见谅 现在在解这个 解开造成一团的鱼网 比较麻烦解这些东西 就像钓鱼 解鱼的鱼丝有时候会卡在一起 倒在一起 现在我们已经解开了一部分了 这个鱼网也是很强强的在那里绕完造 真的很讨厌 就像我们钓鱼也是最突然 这个鱼石 真的很麻烦 哇 只要解开的话 一步一步分 一步一分 一小部分就来解 我觉得的话呢 就会解得很快的 一小部分一小部分来 一小部分一小部分 一小部分一小部分 现在我们解开了不少了 解开了有好几米了 现在直接慢慢慢慢来 做一部分做一部分 我来解 你看我解的多成功 哈哈 哈哈 只要一部分一小部分一小部分来解 一小部分一小部分来解 一小部分一小部分来解 这样才行 现在OK啦 是不是解开了不少了 哎 哎 玩吃干嘛呢 吃不容易啊 台湾的朋友 抓 抓鱼也不简单啊 别是看好像 就这样放放鱼网 就OK啦 啊 鱼网 这个 我们又像 开始来上这个 香港 港式粤鱼的时候啊 我们来在我们的视频来 增加多年的那个乐趣 啊 希望有更多的 朋友 更多的台湾的朋友 香港的朋友 来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来点赞 那 我们又来 开始上粤鱼 香港那个港式粤鱼 港式粤鱼的时间 鱼网 叫做 鱼蒙 鱼蒙啊 鱼网 鱼蒙 那 那么 捕鱼怎么说 捕鱼的话呢 如果是 嗯 这个 文字上的话呢 叫捕鱼 捕鱼 捕鱼 香港人很多时候会说 捉鱼啊 抓鱼 捉鱼 捉鱼就是 抓鱼的意思 啊 我们刚才看到一只螃蟹哦 螃蟹的港式粤鱼怎么说 螃蟹或者是 或者说单一个字就可以海海海海 哇 哇 那么 这个 定卫王怎么说 定卫王的 港式粤鱼怎么说 定卫王的港式粤鱼怎么说 定卫王的港式粤鱼叫做 大海 大海 大海啊 或者或者叫海洋 海洋啊 海洋啊 海洋 海洋 好 好了 我现在已经 把整个 都借进 被我全 打开了 剩下就是最后一点点 最后一点点 打开就是 现在就完全 整个都没有打开了 好了 整个完全 整个完全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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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一点一点慢慢的弄 嘿嘿 整个打开了 还要一点一点慢慢的弄 一点一点一点 这样就整个就打开来了 那我们现在看到呢 我们在这里 再处理这个 哪里哪 球球 这个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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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就是把这个 网给身上了 还有把网给那个 拱固 拱固在这里 拱固在一个位置上面 诶 那这个不知道为什么 会把这个球球给弄掉 为什么要把球球给弄掉呢 那 要往下面不用了 哦 往下面不用 只有上面 上面是浮的 对啊 上面要浮 所以才要球 往下面的话 就是把它拉紧 拉下来拉紧 原来这样 我们这里会有什么鱼可以抓得到呢 台语话也要说 这里都不要说 没事 你讲台语也可以啊 说什么啦 摸了啦 摸了啦 摸鱼啦 摸鱼啦 鱼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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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季节哦 什么鱼的话要看季节 有些季节的话呢 会比如说 鱼鱼也会有啦 前段时间有鱼鱼啦 黑扁鱼啦 很多种鱼啊 这个也是 很清楚 没有所有的鱼 因为 只是用来 放在下面的位置 因为已经很久没有 然后 那个来自于放 所以的话呢 很多 前几种工夫都会做的时候 比较多一点 天天来放就不需要啦 就很容易啦 按照原来的位置那样 放就好了 工具也很简单啦 所以就会把小刀 比较多 不需要很多什么东西 如果没有砂刀的话 没有压 从砂刀就要重新弄一个砂刀 你以前会经常来放吗 以前会经常来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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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尔而已 那想吃鱼的时候才回来 好 然后这下面就是有沙发的啊 这也是你以前放的吗 这放了多少年了 我去 去年采访 你说这里 都是每个 每一户都有自己的地盆的哦 没有啦 没有嘛 我用了你的这个地方 你不会生气哦 哈哈哈 没关系啊 哈哈哈 这种定位网呢 我看在一些钓区店 有的卖啊 在那个院里那边 他说有两千 两千来块钱 两千 两千块钱 左右一条 这个网还是挺缩的 不过呢 假如有螃蟹有鱼啊 一卡进去的话 他就跑不出来啊 那这个呢 刚才一拍到有一只螃蟹在上面 有一只螃蟹 有一只螃蟹 不知道什么时候呢 哈哈 还还没有完全的那个烂料 整个还是完整 完整五圈 完整五圈 我问你 要买个沙包 哦 要买沙包 那我们来看了 哎 好啊 真好 嗯 我们这边看到 装沙包 买沙包 装沙包 买完沙包的话呢 整条碗就 攪这条 定位碗 整条碗就已经是 玩弓最高层了 把彤最高层 沙包 然後這裡用麻包袋 然後來供出生一個茶 把沙 茶的沙 弄到沙包 拿到那個麻包袋裡面 來,我來拿麻包袋 不用 那個壞掉了啦 那個壞掉啦 不能用 破掉了 要重新用另外一個好的 真的換個好的 今天風有點大,炒作不是太好 就在這個位置 就是把整條碗拉紙 要訂閱這個茶 訂閱的剛剛好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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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 我會 我會打的 我會打 雙手就雙手 來 好 這樣就好了 好 這樣就好了 這個沙 這個沙 在裡面就會很重 重的話它就會壓住 半包應該可以了吧 要夠重不夠重的話呢 這個碗就會拉不起來 或者這個碗會跳掉 跑掉 就定不了位置了 什麼叫定位碗呢 就是要把這個碗固定在某一個位置 哇 哇 要那麼多啊 接近滿喔 接近滿喔 哇 這一帶的話 這個 起碼 兩百斤 翻的翻不動 啊 我們這裡旁邊 有 這個 朝鑑帶 所以 之前 沒那麼多沙 現在 到處都是沙 那麼多沙的話呢 這裡有很多螃蟹 貓在這個 死鳳裡面 但是現在是 越來越少了 我最近已經少來抓了 有一些外勞啊 外勞朋友來這裡抓 越來 就越來越少了 那你抓就一半桶這樣 把這個 帶線 綁好 繩結都是 打這些繩結都是有講究的 然後在原來的挖 殺出來 裝沙袋的這個位置 再把它再挖深一點 挖深一點 然後就可以把這個沙袋 埋進去 好 現在 不要讓我們 再一次 在哪裡 逆 启 朝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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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就这样拉下去就好了 这个拉下去就成立 再把它踩平 其实踩平以后也不需要再用砂把它盖住了 因为到时候啊,当烂来的时候也会把这些砂把它 它会把它腌盖掉 把腌盖掉 把这个砂带弄好了,就把腌盖完 拉到这边来绑砂带上面的绳子 把它困爬在一起 好像不是很够长哦 其实也可以啦,可以绑的 可以啦,够长的啦 其实够长的 够长可以绑的,够长的 可以,这个绳子两头 这边砂带的绳 跟碗的绳子 要够长,大家绑 可以绑才能够绑得稳 砂带 绑这样不行啊 还不够啊 大哥说要再长一点 这样才比较有力 也不会拉得太紧 拉得太紧 拉得太紧的话呢 这个容易把这个碗也容易拔断了 或者说 有时候会水这个碗 或者说 这个碗也有时候 吃得太厉害 如果沿得太紧的话 容易断绳子 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啦 我们又来到学港 是粤语的时候啦 沙包 沙包这么说 沙包的粤语很好说 大家很好学 叫来沙包 就是沙包 沙包,沙包 一模一样很接近 终于找到一个跟国语 台湾国语一模一样的 这样的港式粤语 沙包 港式粤语叫沙包 那么这个铁肠 铁肠叫什么 铁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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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铁肠 铁肠 铁肠 沙 沙 沙 沿水 没有太大的区别 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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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車說車腳 車腳 上面好 把手車子放些 塗水 上 駕駛 澎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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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車 車車的手車 上北邊 水械 就喝水海 就血血 茶血 水水 茶 茶 茶 喝水 喝 我們現在整個王都已經好了 鮑魚王 鮑魚盲 鮑魚王的感次頁也叫 暴雨網 暴雨網 海水的格式粵語怎麼說 叫做海水 沙灘的格式粵語怎麼說 沙灘 剛才好像說過了 沙灘一模一樣 沙灘 黑格語的港式粵語怎麼說 叫哈嘎 哈嘎 哈嘎 好啦,我們港式粵語 VS台式國語的這個 這一盤小課程就到這裡為止了 教了太多 大家記不記得住 也可以不斷地放聽放看來學習 希望透過我自己發明的這個做視頻的方式 在五連網上 在Youtube上 我估計也沒有多少人像我這樣做 希望我們能夠開出這樣的現場 然後讓更多的台灣朋友 跟香港朋友來學習粵語 跟學習台式 還有學習港式粵語 還有學習台式國語 還有做一種港台的文化交流 還有做一種港台的文化交流 希望我能夠 這個 當當地起這樣的角色 雖然我的 還是 我的 應該是 港式 港式國語 港式國語 很多時候 台灣的朋友 有時候在我的 那個 Youtube的視頻下面留言 說我 這個 說港式國語 也算很好很好 但是 起碼來說 我估計 也比 絕大部分的 香港的朋友要好 那我的 港式粵語的話呢 應該也 相對 絕大部分 絕大部分的 台灣 朋友 要好得多吧 所以 估計 我的 這個資格 還作為這樣的一個 橋樑 也應該是 足夠的 要有 自信 信心 也 希望大家給我 努力 支持 多多支持 這裡的話呢 好 現在 這條 沙包的這條 繩子 真的夠長 還有在台灣 出動一條 繩子 繩子 這裡 最遠 後方的 這裡 整個 定位王 上面 有一個 整個球 有一個 這樣的 佛標啊 一個佛球啊 好 我們現在的話 最後我們來介紹整個 定位王的它的結果 好 就結束我們這一次 定位王 看 這個 定位王怎麼樣來操作 這條沙包 首先是有一個沙包 綁在 定位王的另外一端 這是為了壓住 把這個 定位王壓住 把它固定住的 然後有一條繩子 從 整個定位王的沙包 這裡 連勝出去 到 最頂端 最頂端這邊 有一個 佛球 這條繩子 主要是把這個 整個 沙包起來 然後 進到一個 升 把這個 定位王拉升 做 每個定位王的 這個 也是有一個 小佛標 一個 長條形的 明星這樣的 頭標 會在這個 定位王的 30米 就會有 這個 可以 撥去到 盡頭 然後 這個定位王 大概 可以 30米 就會有 多一個 沙包 壓住 把這個 定位王 固定 不是 從頭到尾 這個 只有兩個 沙包 它是會 在中間 也會有 好幾個 沙包 把這個 定位 不能固定 它的底部固定 這裡 每個 大概是 30米 的 然後 每個定位王 它的 底部 這裡 甚至上面 會有 錢 來 做一個 就是 往下 垂的 樣子 這邊是 定位王的 另外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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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一個 沙包 這沙包 一定是被 海水衝擊的 這個沙包 已經把這個 沙包也蓋住了 然後這 上面也是 那個 浮球 來 這邊不知道為什麼 沒浮球 這裡 那邊是有浮球的 這邊沒浮球 誒 游大哥 這裡沒浮球呢 這裡沒有放浮球啊 等一下要放是吧 應該要放在下面 不要往上面那邊 對 要低一點 低一點好一點 全部解開啦 哎呀 要解開 再往這邊拉 哇 還滿呢 還好還好 再解這個不太難 那他 游大哥 發現 底部這邊 也有 底部這邊 還有沙包的位置 因為往下一點的話呢 比較容易拉到魚啦 其實 這裡有相差 從底部這裡到上面有相差 也有20米 如果往下一點的話 20米 往下放20米 會好一點嗎 越是深一點的位置 越靠海底越深的位置 魚會比較大 魚會比較多 比較容易撈到魚 那你今天打算放一個還是放兩個啊 你打算放幾個啊 打算放幾個啊 打算放幾個網 我知道你要放一個還是放兩個網 先放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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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浪開始 那個 圍巢了 開始圍巢了 開始圍巢了 那怎麼 那這邊是吧 那這邊是吧 哇 不要不要從那邊先拉吧 不要拉不動啦 這樣拉的話會 會 會 有可能又會繞在一起啊 啊 那我們現在改這個位置 也不需要再拍了 整個的 換定位完的這個過程 我也都已經是把它 詳細的介紹了 啊 也 我們也一起上了一堂那個 啊 港式約語課啦 好 這條視頻到這裡為止 謝謝收看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點贊 傳播 Thank you 拜拜 吧